47人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其中一个被告医管局员工赠线前主席 余慧明申请保释获批 余慧明上就在高等法院 向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兵申请保释 杜丽兵听取控辩双方陈子后 批准他有条件保释 包括10万元现金 5万元丈夫的人事担保 不可以离开香港 并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一星期四次到警署报导 和遵守肖禁令 次17人涉及组织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 被控寸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至今有13个人获准保释